紫班碟奋力飞过高速公路护网 继续北返的旅程 许多游客席家带卷 前来观赏这特别的生态奇观 看到还蛮多只的 看到应该有四五十只 飞越高速公路这样子 还蛮精彩的 蛮漂亮的 对 还真的还蛮多的 每年到了紫班碟北返的季节 就会有志工在林内出口段的高架桥下 做标放记录以及生态导览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的了解紫班碟 还好有做这个措施 没有五个紫班碟一种已经灭亡了 现在剩下四种而已 政府可以多建设一些帮助紫班碟的东西 然后让他们数量可以增加 3月30号的时候有封过一次外置车道 那时候是一分钟555只 当数量达到每分钟250只时 高工局就会封闭局部北上外侧车道 志工特别提醒用路人 行经国道3号林内出口路断时 请正常行驶 不要减速观望 以免危险 新唐亚太电视 张又铭 陈奕文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